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想祝賀美加華語電台FM102.7啟播 多謝Gumpas 在這個時候想問一下Gumpas 我們經常聽到這個廣告的出現 我們也想問一下UC Ray究竟是怎樣的公司 提供了甚麼服務給客戶的公司 其實我們是一間影片製作公司 簡單來說我們就是幫客戶拍 例如廣告或者任何活動 任何節目我們都會幫客戶拍 很多時候拍完之後就會給客戶 或者我們會幫他傳上網 其實通常來說就是為客戶提供這樣的服務 其實在當初的時候 我想問一下你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是否你開始創業的時候 想著自己要搞公司的時候 一來就想著搞這件事呢 又不可以這麼說 其實說回差不多十年前 我不會說我小孩子的事 十年前 當時就剛剛在搞一間marketing公司 幫客戶做marketing的consulting 也有IT那方面的服務 搞一下有些客戶就開始問我們 其實現在有那麼多網上平台 例如YouTube或者其餘那些 你們有沒有打算可以幫我們拍廣告呢 我就想 對呀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拍攝這一方面的東西 加上對marketing有些認識 為什麼我不把兩者放在一起 去幫客戶或者其他人去做一些廣告呢 因為那時候也剛剛開放在網上那個平台 亦都不僅只可以做一分鐘廣告 或者三十秒廣告 或者十五秒 你可以給更詳盡的資料給其他人 不如我們試一下這方面發展吧 所以就由2008年 我們這間公司就成立了 都差不多十年了 其實你是否自己讀marketing或者IT呢 我自己本身是undergrad的時候 讀大學的時候是讀business的 然後呢 然後呢 其實我的major是finance來的 金融的 但是始終對marketing也很有興趣 因為在我的角度去看 一間公司 如果你做不到生意的 你有accounting或者finance都沒有用 最重要是你賺不到錢 你也不用怎樣做accounting 打我零又不用納稅 不需要呢 所以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marketing的東西 其實當初你想establish一間公司的時候 為什麼有這樣的構想呢 除了你的客戶跟你說 不如有marketing IT的東西以容易為一之外 為什麼你有這樣的idea 是會將這兩樣東西合在一起的呢 真的實行去做了這件事出來的呢 其實marketing在那個時間 剛剛適逢不同的社交媒體的興起 所以呢 其實我們一開始做marketing的時候 對IT的support也是很重要的 那怎樣去把你的產品或者services 去推廣給那麼多人呢 在網上的時候是剛剛興起一種熱潮 所以呢 我們就在這一方面發展 還有自己本身 由數到大 除了拍攝工作喜歡的東西 在我們這個年紀成長的人 很多時候都對電腦 那些東西都很有興趣 我想問問你呢 當你剛剛創業的時候呢 你怎麼可以有這麼肯定 當你establish了這件事出來 你是有足夠的客戶去支持你呢 我們本身呢 自己都有些客戶的 在marketing那方面 所以呢 在那方面我們就不太擔心 還有呢 至今時今日呢 我們很多客戶都是referral 都是由客人 一個賣一個 一個再賣一個 所以呢 那時候呢 我們都不會太緊張 客戶的來源 加上我們自己本身做開marketing 那如果自己我們做得不太好 我們都說服不到客戶 那所以 在這兩者之下 我們去找客戶來説呢 不會太緊張 其實一件事呢 我想問一下 你會不會把你們的服務 譬如說是拍了一條片出來 即是那個product 拍了出來 然後就放上網 然後跟著呢 就給你的客戶去看 見到這些服務 見到這條片 是覺得好 那然後才去找你們呢 也都有的 有一些呢 就是例如我們自己 都有自己公司的廣告 那也都 因為我們拍片 那最好的 情況去show case給人看 去 給人了解 我們是做什麼的 那當然是看回我們的片 那很多 有些客戶呢 都會 看完之後呢 會問一下價錢 還有怎樣去做 那問我們 可不可以幫他們做個proposal 其實到現在為止 你說你們公司 就已經有十年的歷史 那我想問一下 一件事呢 就是現在呢 在我們的加拿大 你們公司 是一共可以提供有幾多種語言的服務呢 其實呢 其實呢 在現在這方面呢 除了我自己本身講中文 即是國語和廣東話之外 還有英文 這裡一定 法文 法文 我們也有西班牙文 有德文 還有有俄羅斯文 那些這樣的翻譯 那其實呢 是很多不同的語言 你們都可以提供 而且是有翻譯服務的 是的 那我想知道呢 那現在來說呢 你們主要的客戶呢 其實是一些公司客 還是一些普通的散客呢 那我們呢 其實呢 那間公司呢 最重要的focus呢 就是在corporate 即是公司客戶 但是過往那五至六年呢 我們都有些散客戶 去approach 我們的 例如呢 有一些本地的製作人 有時他們有些concert 或者有些mtv 即是music video 他們想拍 那我們呢 都有嘗試去幫他們做的 那這個也都佔不少 在現在這方面來講 那其實呢 那當你的customer 你的client 找你的時候 當你接到一個job的時候 那其實那時候來講 你是應該從哪一處開始呢 那除了問他想要些什麼之外 那你們是從哪一方面著手呢 那首先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的客人呢 要不就是透過電話 才跟我聯絡 或者email 那我們呢 首先就會去 去meet up他 in person 去見一見 那這件事呢 就是起碼我了解 OK 你想拍這個video 是想做什麼呢 你那個purpose 你的目的是想做什麼呢 那我們呢 磋商完之後呢 我就會回去想一個idea 那想完idea 我們也會再跟他溝通 那他們聽完我們兩方面的 我給他一個構思 那他也會回去再想想 那跟著呢 我們呢 就會做一個proposal出來 真是一個正式的proposal 那很多時候呢 他們看完那個proposal呢 都會 起碼有九成客都會 已經第一次接受了 因為 我大部分都會從那個客人的角度去看 那有時候呢 可能客人 例如他會跟我說 我就是想拍一個interview 那我就會跟他聊一下 你這個interview 會被一些什麼觀眾去看呢 那還有 例如 你自己想拍完這個interview 除了被那種觀眾去看 你會不會又是做promotion 或者什麼 那我們了解了之後呢 那我就會 例如由camera 怎樣去setup 怎樣去打光 當然啦 價錢 還有我們拍攝的程序 那個步驟 那我在proposal呢 就寫了 那所以很多公司客戶呢 對我們來說 都很滿意 因為看完之後呢 他們知道 啊 了解 哦 原來這樣這樣做 那跟著 尤其是去完on set 看我們怎樣去setup 他們都會是很有信心 還有很放心 嗯 當他們呢 是看到你那份的proposal 那一路到拍攝 那一天啦 那一路到你做完editing的工作 到他 讓他看到為止 那通常來說 大概需要多久的時間呢 proposal 到拍攝呢 那有時候 要看一下他什麼時候approach我 但是 當他acceptproposal 到真的拍攝 去到 拿到final product 其實 都大概可以 起碼要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 那我想問一下你 有沒有那些客人 是臨急臨忙找你 兩個半星期就要起貨的呢 譬如說 有試過 那你不需要通宵呢 除了通宵之外呢 那我們也會跟客戶去談 例如 如果你要快一點呢 那可能我們在那個resolution 就是那個 最後那個片 可能未必是高清的 是 可能會downgrade到40p 那樣 就是 沒有那麼高清 那因為那個問題呢 其實我們除了剪片那裡 還有後期製作要多時間之外 我們其實 很主要的時間呢 也是等一條片 去怎樣export出來 即是怎樣去 剪完了 那我們都要做一條片出來 那一個程序呢 其實都要等一段時間 其實我想問一下你 剛才你講過 譬如說 你寫了一份proposal出去 有些攝影師 或者是 你做後期製作 做editing的時候 也都需要人才 其實你是找朋友幫你忙 還是你自己做一些事 我們其實公司這麼久 我們有三名fulltime的員工 我們都有幾名是project base的 所以 freelance 或者是project part time的形式 所以 人手方面都較為足夠 但是很多時候 我自己也都會親自去 因為 始終客戶 我自己覺得 都是同一個人 approach他 到到on set去拍攝 到剪接 到剪接 都是有一個人 是了解整個process 會到 對最後的final product 那個quality是最好的 是不是通常見到老闆 會有信心一點呢 這個要問回我的客戶 才知道 我想問一下你 在你這間公司 成立了那麼久 那有沒有試過呢 很多的活動 你都有做過一些服務 剛才聽你說了那麼久 唯獨是 你沒有怎樣提過 就是redding 就是婚禮 其實你們是否 都會提供婚禮的拍攝服務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其實婚禮服務 我們都有去做 不過 其實大部份 都是我自己 很好的朋友 我自己親手會去做 因為在這個market來講 婚禮服務的 競爭真的很大 還有我自己就喜歡 certainty的東西多些 所以可以控制 那個onset拍攝 我想多一點點 所以婚禮 我們平時 不是我們的主力 有沒有想過 在以後的日子 會有多些 這一類型的服務呢 我們現在都在計劃 可能下一步 我們會 例如某一個 cameraman 或者某一個團隊 會較為 focus 在拍攝婚禮 這一方面 可能會有這個構思 其實我又想多問你 一條問題 就是大家知道 有很多行業 都有它的淡季和旺季的分別 特別來到現在12月 你作為一間拍攝公司的老闆 其實我們也知道 有很多Christmas Party 或者年底的活動會出現 其實接下來 會不會是你們這個行業的旺季呢 我們公司 因為可能服務有公司 和也有 individual 我們就沒有一個 很旺季和很淡季 其實12月1月 可能有一些本地的創作人 有concert的 他們也會找我們去拍攝的服務 到可能由3月開始 8至10月這個期間 就會多些公司去拍攝 不同的廣告 或者不同的interview 不同的event 其實你覺得 在3月到9月 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找你們去拍攝 例如一些interview 會不會是想將他們自己 更加廣為宣傳 去給其他的客戶 知道他們的存在 或者知道他們是做的什麼 從而找你們的服務 去幫他們一把 當年 在我們近來 就是有一個書箱 他是專門印刷那些大學的金融書籍 financial的書籍 是的 financial的textbook 他們為了令到那些學生 容易了解某些concept 他們亦聯絡了很多不同的金融出名的人 就是interview 我們就負責是拍攝那個 和edit那個情況 嗯 有些難忘的東西 曾經幫過多人多 某間security公司 拍一個training video 他們就模擬在一個food court 其中一間商店爆炸 然後火燭 即是在一間商場裏面拍攝 是的 我們一定要是一個假日 因為在Downtown Toronto 到星期六日 只是沒有那麼多人 他們全都封了拍 最初他們有了smoke machine 做煙霧那些東西 但當日其中一部機器可能壞了 所以做出來的效果不是很好 我們拍完之後 我就做了一張 就是他們本身original的片 什麼都沒有怎樣修剪 沒有怎樣製作 那一條片大概過了幾小時 然後我想一下 這一套展完 我自己不是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好像不夠震撼 做不到他們當時 他們應有的緊張程度 那我就想一下想一下 不如我自己再做一條 叫director's cut 就算他覺得我好像玩的 他可能都覺得這個可能他需要 那我就拿了一條片 然後就加一些火燭 爆炸 那些煙 那些煙 整個炸彈 下去 還有將剪接的技巧 再改一改 令到他很緊湊 由本來一個多小時的片 減到大約八分多小時 那時候 我就給了兩條片去看 他就先看了一個多小時的那條片 他跟我說 看完一個多小時 哎呀 真是死了 要玩Compass 慢慢進展 有排 他想到那裡 他就拿了我一條八分多小時的片去看 他一看 看完之後 他跟我說 他就說 好彩 不用再找Compass 我只拿了八分多小時 我給了消防員 你看 已經可以了 其實你覺得 後期的製作 就是Editing 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 可以跟你節省很多時間 是啊 其實後期製作 好像這樣爆炸來講 難道你叫他找個客戶 做一個爆炸 做一些假貨 因為這個其實的價值很貴 而且安全程度不是太好 在我們後期製作 我們可以做到 同一個的效果出來 但是 你亦都不需要 擔心安全程度 和多些東西 嗯 其實我想問問你 你做了十年 剛才就跟我說過 一些難忘的東西 其實你在做這個行業 或者你在拍攝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得著呢 那其實除了拍攝 就是自己 看完那條 最終影片 覺得自己很開心之外 那我記得 我有一次 就和我的團隊 去了智利 去拍一個船廠 怎樣去拍一架船 又沒有 由設計開始 慢慢拍拍拍拍拍 拍到它 一個最終產品 那個客人 拿了他的船 很開心 還有做一些adjustment 那除了當時我學了很多不同 整一架船去怎樣做之外 那我和那個主持人熟了 那他和我亦都 因為他做了幾十年了 那他和我亦都share了很多 他在商業上的experience給我聽 例如他怎樣去管理人事上的東西 怎樣找生意 那令到我獲益良多 除了拍了一段 一條這樣的影片之外 那我自己都在商業上 都學了不少的東西 那即是他告訴你 他怎樣去做marketing的東西 或者是接了單生意回來之後 要怎樣由頭跟到尾 可能有些部分的時候 不需要他自己跟 由他自己的stuff去跟 但他都要跟著一路去做 那直至到這個project完了之後 將整個village product 就是給他的customer 其實這方面他也有告訴你 是的 即是由他怎樣去找個designer回來 他亦都解釋很多不同的事項給我聽 我要留意些什麼 到他怎樣去管人 去arrange 人手怎樣去做 那些人手怎樣去拿 例如拿物件 怎樣去用那個raw material 怎樣去控制那個成本 他都講了很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商業秘密 但他都share了很多這些 information 給我知 嗯 剛才你提過 是講成本 亦都在開始的時候 你跟我講過 是讀financing 其實accounting and finance 有一課 或者有一個course 是不是叫成本效益 或者成本accounting 之類的東西 Course of accounting 其實在那裏所講的東西 跟他講給你聽的東西 是不是差不多 Course of accounting 其實很多時候你都在講 怎樣控制做多少件 和你的break even point 那些 但他解釋給我聽 就是真的很practical 真的很商場上 因為在accounting 你可能assume 很多不同的事情 你做了一個不同的assumptions 即是一句說話 即是我們讀書的時候 所看的cross accounting 就基於一些紫上談兵 而你這位客戶所跟你講的 是很practical的 即是他親身體驗過 然後再講給你聽 是否可以這樣講 是很實戰 即是他怎樣去 例如你讀書 你不會說 他們拿衣服的 要sign out 但他告訴我 他說 我要求每個員工 拿個電訊都要 wont 拿上就是要bossive 因為這樣 我只能管理到 我有幾多tools on hand 有幾多物件 其實來到這裡 今天就想問一下你 在Ucva 未來的紙 근 你仍想增加什麼服務呢 其實 會繼續考慮一下 去相公開夫 VISTA 這是其中一個 這種事情 其實有兩 reason 我們會繼續前進 第一就是在影片的質素 我們會由現在高清慢慢提升到4K 另外一件事就是做高空拍攝 這兩件事我們都會在未來這一兩年的目標 希望未來一兩年的成績會越做越好 今天在我們美加華語FM 102.7 梁耀輝的節目《點半輕鬆點半鐘》 這麽特別的環節 跟我們聊天的就是UC Ray的負責人Compass 剛才聽了這麽多 如果聲音機旁邊的聽眾朋友 是想找Compass假假 或者未來的聖誕節 你有些Event 想找他幫忙拍攝的話 亦都可以打電話給他 Compass方不方便告訴我們 怎樣可以找到你們呢? 你可以到我們的網址 www.ucway.com 這麽就可以了 是 那麽好了 那麽今天就非常之多謝 Compass來到我們當中 跟我們講了這麽多 這間叫做UC Ray的公司 究竟提供了什麽的服務 亦都令到 我們美加華語聽眾 是獲益良多的 最後除了多謝Compass之外 亦都想送回一首歌給大家聽 剛才Compass就告訴我們 所以每當我們見到製成品時 應該很多時候都會想起 接下來的這幾個字 就是一切恨美至恩有你 多謝Compass 多謝